警方在大角咀打擊非法賽車 截查近20架車 其中9架涉嫌非法改裝被扣查 被截查的車停在港鐵南昌站對出的連場道 凌晨1點多 警方發現18架懷疑非法改裝私家車 在長沙環陰州西街 魚類批發市場停車場集結 之後駛出連場道往新界方向行駛 懷疑非法賽車 警方在南昌站附近截停各批私家車 初步查驗之後 懷疑當中有私家車被非法改裝 包括改裝製造噪音的死氣喉 涉嫌違反道路交通規例 其中9架涉事的車被拖去汽車扣留中心進一步檢驗